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越的杜福威 鉴于各方割据势力的产生的威胁 李渊父子采用远交进攻的战略 拉拢东突厥 吴越集团及各方观望的势力 由李世民主导北方战场 而南线上李渊派出宗亲李孝公统领战士 此时谁也没有料到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将将在南线战场上大展身手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仅凭三场战争迅速踏破了三国 成为李唐建立基业的赫赫功臣 此人就是李靖 李靖自要师出身龙溪李氏 龙溪李氏是南北朝时中原五姓七族高门之一 唐朝建立后 连李唐皇族都自称出自龙溪李氏 可见李靖出身炫赫 他的祖父是李崇义 曾在北周出任两周自使 席绝永康公 父亲李全世隋 曾出任赵军太守席绝永康公 舅舅更是一举俘获陈后主陈叔宝的隋朝名将 韩秦虎 在同族宗亲的影响下 少时的李靖 已经建立了立功立士的志向 常常对自己亲近的人说 所谓大丈夫 李当在遇上民主的时候抓住机会 建立功勋来博取富贵 这样的言论绝非空泛而谈 年轻的他已经显露出了在军事领域的过人之处 其舅韩秦虎 每每与李靖谈论兵法都赞不绝口 甚至曾扶持少年李靖的头说道 能够一起讨论孙武 武己的兵法的人 只有你啊 隋朝众臣杨素 更是对他青睐有加 认为李靖有宰相之才 但奇怪的是 在炫赫身世和非凡才能的价值下 李靖在仕途上却并不如意 以至于年近半百的时候 还是个马易俊成的小官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李耀王末志记载 李靖的长兄李耀王洗衣绝后 仕途顺利 先后出任两周刺史 雷友战功 败大将军 地位叫其先祖毫不逊色 然而 在隋文帝开皇二十年的征突厥战史中 李耀王和韩秦虎的弟弟韩虹 因寡不敌众战败 伤亡惨重 此一国后 二人都被出眠 这使得李靖一脉的家族政治地位 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李靖满腔的报复和过人的才能 困于淋雨 难以施展 经历了长期 岌岌无名的仕途生涯 李靖迫切希望 得到君主的重用 这个机会 看似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身为马义俊成 李靖当时 恰在太原留守李渊的帐下 和突厥对峙 然而 国内反随暴政的叛乱 已风起云涌 河北斗建德 河南 宅让 李密 江淮 杜福威 辅公使等领导的三支主力军 以催枯拉朽之势 抵挡着隋朝的统治 李渊 已在暗中招兵买马 伺机而动 这些动作落入李靖的眼中 他立刻意识到 李渊要谋反 于是伪装成囚徒 前往江都 准备向隋阳帝告密 但刚到长安 关中已经大乱 李靖因道路不通 滞留在了长安 不久 李渊在太原起兵 并迅速攻占了长安 俘获了李靖 事实上 隋阳帝避乱江左 早已丧失了 掌控中原的能力 隋政权 名存是亡 天下群雄并起 李靖在这种情况下 还执意向隋阳帝 揭露李渊的意图 并不明智 但联系到 李靖自己在官场上 长期的沉寂 和家族的一蹶不振 此举很可能是为了 博得隋阳帝的重视 也是为了家族的复兴 但同时也意味着 和李渊结下了梁子 被俘后 空有一身才能 还为施展的李靖 岂会甘愿赴死 他在临行前大声疾呼 明宫兴起一兵 本是为了安定天下 如今大业未成 难道要以私人恩怨 斩杀壮士吗 这一番高呼 显然引起了 李渊父子的注意 但一句壮志豪言 并不能改变 李渊的决定 幸得李世民多番求情 李靖才幸免于难 面对一届 并无功名的老将 李世民为何 要执意求情 李靖在礼堂 究竟扮演这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所谓百族之虫 死而不将 隆熙李氏 作为一个自十六国时期 崛起的世家 其根基和名上 尚有一定的影响力 李靖背后的这支力量 将成为李世民集团的 一大助力 除家族的因素外 李靖自身过硬的能力 也是李世民 看中他的关键原因 因此李世民 非但要保李靖 还要力保 但李渊并不这么想 李靖身世显赫 年近半百 却未有功勋 此前还试图 向隋阳帝告密 这一系列事件 令李靖的形象 遗落千丈 以至于在早期的战事中 李渊免不了 对李靖抱有偏见 李渊建唐称帝后 为了平定歌剧势力 派李世民 攻打洛阳称帝的王世冲 李靖随从李世民东进 当近期王世冲的战役 打响不久 盘踞在江陵的 南梁消显政权 派周师速将而上 企图攻取唐朝 辖州 辖州刺史许绍击退 于是退守安蜀城 及京门城 为了进一步 打击消显势力 李渊调李靖 赴奎州平定消显 李靖奉命 率树旗赴任 在途经金州时 恰好遇上 卢江王李渊 李渊在近期 瞒人邓氏洛的过程中 接连败北 正是一筹莫展之际 为此 李靖提供了一套 打破战局的战略方案 瞬间解了李渊军的 燃眉之急 使得九功不克的 蛮军迅速被击溃 李靖顺利通过 荆州后抵达霞州 由于消显 控制着险赛 再次受阻 迟迟不能前进 李渊却误以为 他滞留不前 一物军机 斥令许绍将他处死 许绍爱惜李靖的才干 为他请命 李靖这才免于一死 许绍是何人 为什么李渊 会听许绍的请命呢 事实上 李渊绍时和许绍 是同窗 有几分交情 他向李渊解释了 李靖延误的原因 李渊后逐渐平息了怒火 前有儿子李世民求情 后有旧有许绍求情 李渊对这位 看似平平无奇的老将 生出了几分好奇 很快 他的这份好奇 就变成了惊喜 李靖调往南县不久 开州蛮人 进犯奎州 在赵郡王 李孝公失利的情况下 李靖率领八百士族 袭击蛮军迎垒 反败为胜 大破蛮兵 蛮军首领 也在李靖的伏击下被斩 获知捷报的李渊 自然高兴 对李靖颇加赞赏 为消除此前的芥蒂 还特意亲笔写致 对李靖说 既往不咎 旧事无久望之矣 武德四年正月 李靖 鉴于敌我双方的情势 尚沉了 攻灭 消险的实测 李渊对此颇为重视 李渊当然明白 李孝公在军事上 存在很大的壁漏 但李孝公身为唐氏宗亲 李渊对其的信任度 远高于旁人 南县由李孝公坐镇 无可厚非 但此时展露头角的李靖 无疑是填补军事缺口的 最佳人选 为此李渊以三军之刃 一以伪敬 也就是说 李靖是实质上的三军统帅 从一届随军到行军总管 李渊为什么在短时间内 赋予了李靖这么大的权力 接下来的一场大战 将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事实上 李靖早在两年前就到了霞州前线 为什么直到两年后 才建议李渊东征萧险呢 首先 唐军在当时尚没有应对萧险军的准备 例如建造舟舰操练水师等等 除此之外 搜集敌方的军事政治情报 也是必不可少的 武德三年 萧险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乱 萧险先是猜忌功臣 下令霸兵营农夺猪将兵权 遭到抵制 随后 大司马 董景真 尚书令 张秀 接连备斩 这使得 本就遭受萧险 遗迹的大臣旧将 坠坠不安 往往叛离 萧险势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眼下正是唐军东征的最佳时期 巴蜀地区归附不久 当地势力还不稳定 为解除后顾之忧 李靖建议将各部首领子弟召集到奎州 表面上是提拔他们 实质上是将这些人作为人质 是年九月 李孝公和李靖率领集结部队 从奎州顺流东进 和其余三陆大军一起向江陵发解进攻 市值雨季江水暴涨 流经三峡的滔滔江水 咆哮狂奔而下 响声震颤峡谷 面对汹涌的水势 唐军大都望而生畏 请求等到水势缓和后再通进 李靖却不以为然 兵贵神速 鸡不可施 如今军队刚刚集结 消息还不知道 如果我们趁江水猛涨出师 顺流东下 突然出现在江陵城下 萧险必然没有准备 这是兵家上策 纵然萧险得知我将出事的消息 仓促调集军队也无法应战 定能一举擒火萧险 李孝公听从了李靖的建议 趁水涨之势顺流东进 果然萧险本以为水势汹涌 三峡路险难行 唐军绝不会冒险来犯 因此并无防备 唐军得以视入破竹 一举攻破京门直逼一灵 情势危机 萧险急派汉将闻世红 率数万精锐前来支援 屯于青江 李孝公想要乘胜追击 这时李靖却制止道 现在京门刚刚失手 闻世红率领着士族精锐迎战 是旧败之师 锐不可挡 我们应当暂且把战船 停泊在长江南岸 不与敌人交锋 等到他们士气衰落 然后出击决战 必能歼灭敌军 李靖闭起冰封 错其锐气 然后一战可行的战术 是正确的 但李孝公由于连战告解 轻视了敌军的力量 并没有听从李靖的建议 他命李靖留守军营 自己率兵出战 果然不出李靖所料 李孝公军大败 逃本南岸 闻世红获胜以后 纵兵四处抢掠 李靖见敌军只顾抢夺战利品 军阵一乱 当即指挥唐军出战 闻世红军一时难以收拢 瞬间被唐军击溃 唐军一路追击到百里州 再度击败门世红 攻下伊陵之后 李靖马不停蹄地 直奔南梁都城江陵 他接连击败肖显的 骁勇大将杨军茂 郑文秀 迅速攻克江陵外城 接着又占领水城 面对唐军的来势汹汹 肖显惊惊惊不已 由于此前霸兵迎农 引发了一系列叛乱 此时江陵城内并无多少兵力 眼见唐军兵临城下 肖显立即下令征兵来源 此战中 唐军俘获了大量敌方舟舰 诸将本以为这些舟舰 是用来补给己方的军舰 然而接下来 李靖的举动 却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李靖下令将俘获的敌军舟舰 扔到江中 任其顺将而下 将士们纷纷不解 直到江陵这座孤城摇摇欲坠的时候 所有人都被李靖惊人的 军事手段所折服了 原来当援军看到丢弃的舟舰 以为江陵已经被攻破 不敢贸然进军 趁着援军侦查前线的时间 唐军立即把江陵围得水泄不通 消险见内外隔绝 外无援兵 城内又难以支持 走投无路 于是开门投降 李靖率军进入城内 号令严肃 秋毫无犯 南方各州县听闻这个消息 都望风而降 短短两月 唐军就消灭了江南最大的割局势力 南梁 将荆州西数纳入版图 这一战令李渊 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 李靖卓越的军事能力 李靖开始频繁地活跃于南县 在陆续招降 岭南地区平定 辅攻时后 北方的形势开始严峻了起来 武德八年八月 突厥杰利克汗率十余万人 越过石岭 大举进犯太原 李渊立即任命李靖 为行军总管 统率一万多江淮兵 驻守太古 与并州总管任归等迎击突厥 自此一场东突厥的歼灭战 打响了 贞观四年正月 朔丰岭 李靖率领三千精锐起兵 冒着严寒从马一出发 向鄂阳岭挺进 面对这支突如其来的部队 杰利克汗大惊失色 突厥军认为 如果唐军不倾国而来 李靖绝不会孤军深入 李靖探知这一消息 密令间谍 离间 杰利心腹 使其亲信 康苏密前来投降 在康苏密的接应下 李靖迅速攻入城内 竭力仓皇 逃往忌口 李世民收到前线的捷报 非常高兴 他对大臣说 汉朝李灵带领五千部族进攻匈奴 最后落得归降匈奴的下场 尚且得以流名轻使 李靖以三千骑兵 深入敌境 攻克定乡 威震北敌 这是古今所没有的骑薰 足以学往年在渭水与突厥结盟之耻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 李记也率军从云中处发 与突厥部队展开了遭遇战 连番遭到重创 杰利自知山穷水尽 于是请求归附唐朝 他的想法很简单 眼下归降 是权宜之计 等他到了漠北 养精蓄锐 必将卷堵重来 李靖显然洞察到了杰利的意图 决定趁杰利放松警惕的时候 彻底歼灭这支突厥部队 但当时唐前等使者正在杰利帐中 张公锦劝阻道 陛下已经下诏 准许杰利可汗归降 朝廷派去的使者也在那里 恐怕不宜去讨伐进击 李靖的想法则完全相反 他认为唐使安抚归降部队的时机 恰恰是对方警惕心最薄弱的时候 甚至说出了 像唐前等使者 即使因此遭到不测 又有什么可惜的呢 这样的话 也难怪唐俭在侥幸逃脱后 向李世民参了一本李靖 确定方针后 李靖率军禁至阴山 率先俘获了突厥迁于杖 随军同行 又派苏定方率两百京旗为先锋 借大物掩护直逼杰利押杖 等到杰利察觉的时候 唐军已近在眼前 他慌忙骑马逃走 李靖大军随之赶到 杀敌一万余人 俘虏十几万 杰利可汗率万余人 想北过大漠 在气口被李济阻拦 不能北逃 其首领大多投降 不久 杰利被行军副总管张宝向擒货 并送到京师 东突厥从此灭亡 事后唐俭的弹劾 并没有对李靖产生实质上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唐俭的父亲和李渊交好 唐俭从小就和李世民交往密切 二人可以说是交情甚笃 李靖的战略 一方面是对战局的理性分析 另一方面 他早已洞察到李世民 歼灭突厥军的想法 或许将唐俭等人置于险境 并不是李世民的本意 但最终 结大欢喜的结果 显然是达到了李世民的预期 灭东突厥的时候 李靖已经年轻花甲了 当他踏破西北游牧民族 土玉魂的土地时 已到了64岁的高龄 谁能想到 在攻破土玉魂那年的正月 李靖因腿脚不方便 李世民还特地赐给了 他零售墓首帐 李靖最为人熟知的 或许是他显赫的军功 但事实上 他的政治才能也十分出众 翻阅他的履历 可知李靖在世随时 在地方基层的政绩都非常突出 入唐后更是屡屡兼人要职 然而这样熏夜的功气 并没有令他沾染鞠躬自傲的气性 虽身处高位 但并不热衷权势 甚至多次上表训位 在高增和唐凤义 诬告李靖谋反的事件落幕后 甚至到了和门自首 杜绝宾客的地步 或许正是如此 贞观18年 李世民打算亲征高丽的时候 还将年以73的李靖传诏入阁 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 虽染病在身 仍表示愿意从行 对李世民说 我过去凭借天子的威力 做了点微小的贡献 现在已是残年修骨 应该随从这次出征 陛下如果不嫌弃 老臣的病就要好了 然而此时年事已高 又染病在身的李靖 终究是难以披甲上阵了 不惧沙场多劲敌 却恐龙拳 灰尘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